歡迎打開Lobby 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怒火邊界2 獨行者 Starreel 2 Soldado 這部電影是2015年 Dennis Villeneuve 導演怒火邊界的續集 第一集在當年的奧斯卡上面入圍了三項 分別是最佳攝影 最佳原創音樂 還有最佳音效剪輯 也是當年比較不熱門 但是影評口中的十大家片 續集依舊由 Tyler Sheldon 編劇 這部電影的第一集 應該算是這位編劇的成名作 靠著怒火邊界 他入圍了很多獎項 之後他所編劇的《赴湯到火》 或者是《極力追擊》 都獲得了相當多的好評 不過第二集的導演 就換成了第一次來到好萊塢拍片的 義大利導演 Stephanos Soliman 演員的部分 只吵了第一集的女主角Emily Brandt 依舊由Beniceo De Toro 還有 Josh Brolin 主演 怒火邊界第一集 如果說是一部冷掉 但是令人從頭到尾緊繃的暴力電影 那怒火邊界二《獨行者》 則是一部具有衝擊性 炸裂性的續集 不是說他比第一集更好看 我想大多數人也都不會這麼認為 而是第二集的劇情張力 是比第一集更清楚 更擺明著要拉扯觀眾的內心 而且二《獨行者》 很像是一部 杜秦鋒導演的黑幫電影 講述幾個男性生活在體制當中 最骯髒最黑暗的地方 在他們完成使命的同時 也要面對自己內心的掙扎 很MAN 很暴力的大叔硬派電影 而且看到後面發現 又是一部大叔與羅莉同行的故事 這兩集電影都聚焦在 美國和墨西哥的兩國邊界 而故事的主題也聚焦在 善與惡的邊界 Josh Brolin 飾演的主角 是美國政府單位底下的黑手 要用見不得人的方式 去向傷害自己國家的敵人 進行報復 一開始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很正常的軍事動作片 很清楚很強烈的告訴我們 主角在做的事情 是有正當的理由的 是在保衛他自己的國家的 這些有點骯髒的事情 是為了正義 只是剛好而已 等到我們進入了劇本不好的局之後 我們才會發現 在這個暴力和犯罪恨行的邊界 根本沒有所謂的正義還有光明 而已讀公讀這件事情 真的是世界上最殘忍的做法 上一集有著女主角飾演的局外人 代表著不容於此地的光明面 而這集則讓我們看見兩位男主角 內心還是有著小小微弱的光明面 在掙扎著 每一個人的身上 還是有著善意和人性的 電影的氛圍依舊是相當的沉重和壓抑 在這個狼的領域當中 好人或者是壞人 都只是龐大利益底下 渺小不值錢的一條人命 雖然我們在海報上 或者是預告片當中 都看到的是兩大男性領銜演出 但這是在這一集跟上一集 一樣的雙線劇情當中 兩位年輕的主角 這尚未成年的一男一女 對我來說才是這兩條故事線當中的主角 這也是這部電影最特別的部分 順著故事的進行 我們看到這個可怕的環境 是怎麼去殘忍地改變他們 或者說我們會看見 這兩個年輕人要面對的世界 真的是很殘酷的 也因為有了這兩個年輕人的出現 讓第一集當中 一心只想著復仇 這個無情冷酷的邊境殺手 有了不一樣的心理變化 飾演這位主角的Beniciel de Toro 依舊是暴帥的狀態 這一集搖身一變成一個 有著悲傷過去的真男人 我覺得比較不同的就是 在這個角色身上 這一次他面對到了一個 可以自我救贖的機會 我今年已經出現第三次 但是每一次都長得不一樣的 George Brolin 在這一集當中 也可以看見這個角色 他所要面對的代價 還有無力感 怒火邊界二獨情者 的確是在導演的調度 或者是表現的手法 還有拍攝的風格上面 是沒有上一集奧斯卡等級的大神 來的那麼的豐富精彩 不過劇本拉出了更多衝擊觀眾的面向 槍戰的部分則是一樣很精彩 只是氣氛上 畫面上變得比較熱鬧 比較有爆裂感 我想這就是導演是加拿大人 和義大利人之間的差別吧 畢竟兩個地方的溫度就差很多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導演拍出來的氣氛 還有故事節奏的掌握也都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音效也延續了上一集的風格 幫了很多的忙 當然也不是上一集 有入圍到奧斯卡的作曲加作的音樂了 這是一部以角色心境刻畫為主的電影 如果你喜歡看這種男人味爆棚又壓抑 充滿暴力美學的犯罪電影 這是我會相當推薦給你的一部電影 同時它也相當的有思考的空間 當然如果你喜歡第一集 或者是你喜歡赴湯到火 還有極地追擊這個編劇的作品的話 你也是不容錯過這部電影的 木火邊界2 獨行者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 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